我们看看朋友说里面是卖喜饼的 哇这么大 这里面的东西大概都是马六甲的 不是马六甲老是说错 麻坡的这个地方的特色的这个集中在一起 这是一些瑞士卷 我们先看看有什么 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到麻坡来玩的时候 这地方也不错 是一个伴手性的好去处 伴手礼 有点像三叔公那种 对的 金菊 这是泡水的是吧 润泪 润泪的对 这边有个大大的喜字 大家结婚也都是到这边来采购的 这是咖啡屋带 这个牌子我没看到过 金杯我没看到过 一般超市里面看不到 看看啊 七块九一包就是这样的一袋 挺好 好这边都是咖啡的 都这个牌子 都是金杯这个咖啡 有二合一这是二合一的 浓箱型的八块九一袋 嗯真棒 这中国来的吗 冰红茶 冰红茶康夕冰红茶 中国来的吗 对的这都是中国的 酸梅汤呢 我在上海的时候 夏天特别喜欢喝这个饮料 这个是粒子粒子果 粒子果 餐联绒做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 粒子餐联绒做的 哦 粒子餐联绒做的是吧 哦 这是粒子 粒子餐联绒做的 哦 这个是 榴莲 榴莲 它都是有餐联绒的 都是餐联绒的是吧 哦 像小月饼一样的 对 这叫棋子饼 是吧 是叫棋子 它它做的像棋子 哦 做的像棋子 啊 小月饼 做的叫棋子饼 像什么饼啊 这么大 我不知道 它有小 它有迷迷的 有大的 嗯 这个是什么饼啊 饼桃 饼桃 哦 是不是它过手指 它是跟那个香饼一样哦 香饼一轮很硬哦 哦 跟香饼一样的 这么大 我们都没见过 还有更大的 没有 这个大号 这个是更大号的 哦 饼头呢 这个饼头 哦 是这样的是吧 是饼头 大的 8块8一粒 这里面有馅料吗 有 冬瓜麦芽生米西饼 哦 冬瓜麦芽生米西饼 哦 冬瓜麦芽生米 很多啊 挺重的这一块饼 是吧 挺沉的 哦 都没见过 我们买两盒 嗯 这个 棋子饼 一盒棋子饼 一盒栗子饼 一盒栗子饼 这个好像 在马六甲不太能买到 还这样的 栗子饼 栗子饼 栗子烧 挺好的 两盒是三十块 对吧 四盒 四盒六十块 哎 价格我觉得也还可以 这店叫 永胜是吧 1952年 这个是 麻婆像三叔公类型的 是在 是在底层 我们现在做 出来就是坐 电梯上楼上 楼上是个咖啡馆 朋友说 很精致 装修很好的一个咖啡馆 我们开门进来就是一个做咖啡的一个小吧台 手磨咖啡的 就咖啡的香味就直接飘过来了 非常优雅的一个地方 环境非常好 我给大家看看啊 这咖啡馆的环境啊 其实也不大这个咖啡馆 但人很多 人气挺旺的 这小小咖啡馆很很精致 看 大家在这边喝喝茶聊聊天 我感觉真的挺休闲的 我点点饮饮料看看 喝两杯 来这蛋糕做的挺漂亮的是吧 芋泥蛋糕 下面是brown泥的应该是 来咖啡 这一小块蛋糕 挺美的 我们咖啡馆出来 来到了海边 麻坡的海边 这个广场很大 人也很多 大家都 大概到这边来休闲一下 我们没有来过 虽然上次来麻坡 没有来这个广场玩过 这河水清凉吗 凉不凉 前面就是陆海口 麻坡河很宽 比马瑞加河大多了 这浪有点海的感觉 Emily 你别一跳到 你妈牵不住我告诉你 这河水就冲走了 哇 凉不凉 很美啊 调皮 这感觉便傍晚了 六点多 六点半 河边风 凉风兮兮 这个就和马六甲河 感觉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有点辽阔 有点辽阔 一望无际的感觉 我们走到这公园的尽头 是一个 是一个游船码头 这里可以坐游船 沿着游麻坡河应该是 我们再看看 Emily在那边 儿童热园那边在玩呢 怎么了 Emily找到一个小伙伴 小伙伴了是吧 这么快就认识小伙伴了 Emily You big friend, we new friend 这是你的小伙伴是吗 一起玩啊 一起玩啊 你跑哪 在后面 对啊 你跟姐姐讲 你叫什么Emily 你叫什么Emily 太好了 几岁啊 四岁 四岁啊 因为她很爱看你的节目 她就每天吵说要看Emily 谢谢 我看得很晚被我妈 她们要上楼睡觉了 谢谢 太好了 太巧了 太巧了 Emily 小心哦 和你的小伙伴小心哦 今天玩得可开心了 这个灯很美啊 灯光秀 灯光秀 穿越时空 它特别的漂亮 往上看看 走在里面有点 有点晕晕的感觉 晚上了这个灯都亮起来的彩灯 跟刚才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哦 你的新玩具 飞一个 来 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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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小心 哇 这是个 这是个真正的航空 不再是指头飞做的 Paper航空了 是不是 哦 哈哈 今天的晚餐就在这里解决了 全味亚生鱼 全味restaurant 亚生鱼 麻 麻坡的出名的菜 最出名的菜 亚生鱼 保仔豆腐 一个鸡翅 一个苏东 这是阿上鱼 哇 看看 再重点介绍一下 麻坡的阿上鱼也有点 酱汁 酱汁 酱汁不是那种很稠的酱汁 看看味道怎么样 我们跳的是鱼尾 我首先要来试试这个阿上鱼 我先 阿上鱼汤半分 啊 先这样来一个 这最能体现这个 这菜好不好吃啊 嗯 酸的 酸的口味 辣 辣不是很辣 酸 嗯 那种很自然的酸 很开胃 然后辣到真的不是很辣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鱼的那个味道 鱼的那个鲜味 鱼肉加饭加汤 嗯 这鱼肉很嫩 玩了一整天了 该回去了 吃完饭 八点多了 玩了真的玩了一整天了 Emily Emily Are you happy today 还有一点小遗憾 怎么了 Ice cream 哦 Ice cream今天没买是吧 哎呦 看看路上有没有给你买Ice cream 好吗 麻坡一日游愉快的结束了 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